出现咳嗽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止咳 那就 大错特错了 我来告诉你 究竟为什么 嗨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您的健康顾问 Jack中医师 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 你是不是在咳嗽的时候 第一时间想到止咳药 你是不是在网上或其他地方 听到一个妙招一个方法 可以止咳 用了以后发现没有效果 甚至咳嗽更加厉害了 咳嗽到底是不是病 今天这个短视频 帮助你解决 以上 所有的疑惑 细节 决定成败 请你一定要听到最后 不要漏掉关键的内容 转发出去就可以 真真切切 帮助到你身边的朋友 和家人 他们 一样会 感谢 您的善举 有第1次来我频道的朋友 我的健康养生频道和其他的频道 最大的不同是 我所分享的很多健康养生的保健 方法与知识 都是通过我的临床实践 自身体会 有效 我才分享给您 如果 您去其他类似的频道 那 很多 方法 需要您 自己 亲身 尝试了 欢迎大家点个 爱心关注 这样 我们可以保持联系 好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 今天的分享 首先 很多人的 观念 是错误的 他们认为 咳嗽 就是一种病 虽然 很多疾病 都会 伴有咳嗽 比如感冒流感 直气管炎肺炎等等 但就咳嗽本身来讲 他只是 一种症状 确切的说 是一种 空气 迅速从 肺部排出 以清除 呼吸道中 过量的 分泌物 液体 或异物的 反射动作 因此 咳嗽 是一种 重要的 呼吸 防御机制 从 这个理论上去讲 只是 见到咳嗽 不应 立即 采取 止咳的方式 比如说 吃止咳药 你想一想 如果 立即止咳 身体的 分泌物 比如 带有病菌的痰 就没法 及时从 肺部排出体外 只会在 体内 加剧感染 或者是在 花粉季节 我们 呼吸道 不干净的 空气 比如 灰尘 霉 等等 身体 会立刻开启 保护机制 用咳嗽的方式 把 异物排出 你说 这个时候 能止咳吗 所以 止咳的时机 很重要 建议 大家在专业的医生 指导下 来用药 给大家 举一个例子 就明白了 在临床中 我们见到一种病 未 食道 逆流症 这种患者 往往会 容易 发生 咳嗽的现象 就是因为在反酸时 会刺激到咽喉的部位 治疗时 根本不需要止咳 只要治疗 未食道逆流症就可以了 所以 治病求本 是多么的重要 我常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 听到 止咳的偏方 和妙招 用在自己身上 没有效果 那是因为你 没有分清楚 是由 内在其他疾病导致的咳嗽 或是 有 外感因素 导致的咳嗽 外感因素 也要分 风寒 或者是 风热 这样 就非常清楚了 如果是内在 其他疾病 导致的咳嗽 治疗 其他的疾病 咳嗽 自然 就消除 是 风寒 所导致的 还是 风热 所导致的 对症治疗 效果才好 在临床的观察中来看 百分之八十到九十 都是由 感受风寒 所导致的咳嗽 俗话说 就是 肺部受凉了 这个时候 只要用一些温肺作用的药 效果就很好 比如 常用的 制甘草 甘姜 之类的 有个名方 叫 甘草甘姜汤 就是用来 温肺散寒的 建议大家 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对用量的把握才够准确 很多朋友都听说过 川贝蒸梨能止咳化痰 一有咳嗽就用 但是 你忽略了川贝 本身是寒性的 本来咳嗽就是由受寒引起的 再加上寒凉的梨 及川贝母 效果就不好了 这个时候应该用花椒蒸梨 花椒是心热的 正好用来散寒 还要提醒大家 离皮 不要丢掉 因为很多功效成分 在离皮上 一起吃 效果 才更加 那么有人肯定提出问题来了 没有学过医的普通人 如何辨别是风寒还是风热咳嗽呢 中医望闻问切 四诊合餐 不是一句两句 可以讲 清楚的 那么 大家就记住 最重要的区别点 舌头伸出来看看舌苔是黄还是白 白的 属 黄的 属热 自己照镜子 就 清楚了 风寒咳嗽 我们用 花椒蒸梨 风热咳嗽 可以用川贝蒸梨 屡视屡笑 你赶快 把它收藏好 今天 要给大家分享 两个 非常好用的穴位 迅速缓解 咳嗽的症状 不管是 风寒 还是 风热 或者是 其他 疾病 造成的 都管用 赶快 收藏起来吧 别在用的时候 又 找不到 这两个穴位 都是 肺经上的穴位 因为我们知道 咳嗽 和 肺脏的关系 直接相关 第一个是 鱼肌穴 我们手掌伸开时 手掌 拇指根部 明显 凸起的位置 就是 鱼肌穴 按上去 会有 酸痛的感觉 这就对了 可以用拇指 或者 食指的 第一指节 进行按压 每次按压 三分钟左右 他可以让 喉咙 气管的肌肉 得到 放松 这样 咳嗽 就会缓解了 同时 他还是 肠胃的 全息反射区 按柔 鱼肌穴 可以对 胃痛 便秘有 不错的帮助 这么好的穴位 赶快告诉 您的朋友 和家人吧 第2个肺经上 非常重要的穴位是 齿泽穴 不管是 咳嗽气喘 喉咙 肝痒 按柔这个穴位 都可以有 缓解的作用 来看 具体的位置 我们先找到 肘横纹 在肘横纹 内侧的中央 有一个 粗键 在键的外侧 就是 齿泽穴 我们同样 用拇指 进行按压 每次按压 三分钟左右 临床中 我还发现 如果我们顺着这个穴位 往下 大约 一寸的 距离 按压 或者是用 刮砂板 来刮 效果 效果会更好 因为 这一段 都在 肺筋上 特别是 看到这一段 有 肿胀的朋友 更要 多进行 按压 或者刮砂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 中医认为 疾病重在预防 临床中 常见的 风寒感冒 很多朋友说 自己出门 穿的衣服还挺多 怎么就很容易感受风寒呢 那是 因为 最容易受风的地方 你没有把它保护起来 在人的头后部 法际处 有风池 风浮穴 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以 风字来命名的 风鞋就是由这里 侵入人体的 特别是 对于 体质虚弱 或者是 运动后 出汗的时候 更要保护好这些部位 其实我们可以穿高领的衣服 或者用围巾 把它围起来 就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您 记住了吗 很好 已经有朋友可以 举一反三了 那么 感冒 头痛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通过 暗柔 这些穴位 比如 风池 风浮穴 来 缓解症状呢 同时 还有 去风散寒的作用 朋友们 觉得今天的分享实用 别忘了在 点一波赞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平时 咳嗽的时候 会怎么去做 我是Jack 踏踏实实 分享健康 让我们 在健康路上 不迷路 我们下期 不见 不散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